大家好,我是阿默 我现在在顺化的火车站 现在是早上8点20分 然后今天准备坐9点30分的火车 去县港 这个就是顺化的火车站的售票厅和后车室 这里是一个停车场 对面那里是出站口 现在带大家到这个后车室跟售票厅里面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后车室 然后左边是一个售票厅 小商铺 这个就是进站口 这个就是顺化的火车站 他们的售票厅后车室就是这么大 然后这里还有个洗手间 从前面那个从前面直走 再过那一道门还有一个后车室 但是里面没有人 因为现在的话都是等那一列火车 然后在外面这个进站口 里面是空空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越南的自助取票机 然后在这里可以选择语言 这是越南语 然后还有英语 只有两种语言可以选择 越南语跟英语 然后点地 选英语 这一个这里 就是你取票的时候 你在网上买了票之后 你有一个那个票号 如果你在他官网议定之后 有个票号 在这里输入 点搜索 然后他的那个票会出来 你选中你那个票 跟国内差不多 然后点那个打印 他就会从这个口里出来 这个就是他的电子票 然后检票进站的时候 如果有那个可以刷二维码的那个机器的话 直接刷二维码进去就可以了 跟那个地铁进站一样的 在河内的时候我就试过直接刷二维码进站的 但是在顺化这里 这是个小车站 所以没有那个刷二维码的是员工检票 但是员工检票的话 呃你也不用把这个票打出来 你直接在手机上给他看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呃他的越南的火车票 他打印出来的火车票也是跟那种呃 我们去超市买东西那种电脑小票差不多的 他也是这些信息包括二维码全部都是打印在那 一张小票上给你的 火车来了 现在准备进站 在这次电脑小票都是一约门 二十一约一约 二十一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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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约门 二十一约门 進站了,現在在這裏等車過來 這是孫化火車站 他們的鐵路跟中國有點不一樣 跟這個地面是平的 好熱啊 這裏這樣看有點像那個無軌電車 車站在中央船上的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一号车厢就是等一下我要上去的 calling 鼻子 开E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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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